爬上8844米的珠峰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但至少也有4000多个人先后到过那了 而一个高度没有比珠峰高上太多的地方 迄今为止却只有区区4个人到访过 这是哪呢 不好意思啊 故意跟你开一个玩笑 让我们把这个比珠峰还要高的东西倒扣过来 现在你知道了吧 它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 这个地方呢 在此之前只接待过一个瑞士人 一个加拿大人和两个美国人 好了 现在他要准备迎接着来自中国的客人了 我们国家最新研制的万米载人潜水器 即将出发挑战挑战者深渊 我是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有关 这个离地心最近的地方的故事 故事开始于1872年 一艘叫做挑战者号的英国研究船 它正在执行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海底测绘任务 说是海底测绘 你可能以为它们会用上一些 看起来十分精密的仪器 但实际上 它们用的就是一根系着千锤的长绳子 把它往海里面一丢 等感觉千锤沉到水底了 再把它拽出来 看看放了多长的绳子下去 就知道这里有多深了 你应该能够想象 这是一个多么枯燥的工作吧 但人家就硬是花了四年的时间 画出了第一张的海底地图 伴随着这张地图一同诞生的 还有一个令科学家们既惊喜又困惑的谜题 那就是在西太平洋上方 那个千锤似乎一直都放不到底的地方了 对了 这里就是我们后来知道的 马里亚纳海沟了 只不过在当时 没有人能够理解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它是一个洞吗 大洞还是小洞呢 有什么功能吗 这样的疑问 一直埋藏了70多年 直到1951年才有安装了 最新声纳设备的挑战者 二号研究船揭开了 声纳可是个好东西 它使用声波的反射 来探测海底下的动静 一开始是专门用来抓敌方潜艇的 后来才被水文学家发现 这是一个车会水底的好东西 这下子终于可以把绳子和锤子给扔了 迈入到自动化时代 于是惊人的发现就接踵而至了 根据详细的深纳图显示 这个太平洋海底深处的洞 根本就不是一个洞 而是一个深度超过了8公里 长度超过了2500公里的大沟 它一路从关岛的东南方 延伸到马里亚纳群岛的西北方 让原本以为海底就是一个 没有起伏的大平原的人们 跌碎了全部眼睛 但好戏还没完 希望他们还有眼睛可以跌 因为人们进一步的在这个海沟的南端 发现了更大的惊喜 在这里海底再次直落3公里 深度来到11公里 成为这个星球上已知的最低点 它就是挑战者深渊 就像总有人想要挑战 空气极度细胞的珠峰一样 人们同样也十分乐意挑战 地表另一边的极限 只不过难度是成几何级增长的 要想来到这里 你必须要面对1000个大气压 从四面八方的极压 1000个大气压 直观感受是什么呢 就相当于把50架波音747放在你的头上 来闭上眼睛想象一下 所以难怪如今也只有四个人敢去挑战一下 他们乘坐的是三艘深浅器 分别是1960年的迪利亚斯特号 搭载着美国人唐沃尔斯和瑞士人亚克皮卡德 前到了10916米的地方 待了20分钟 然后惊喜的发现 这里居然还生活着看起来像是比目鱼的生物 这再次刷新了人们的认知 再没有亲眼见到前 鱼顿的人类是不会相信 在一个把我们生产出来最坚硬的 钢铁都能压弯的地方 居然还能住着肉身的生物 接下来的第二艘是2012年的《深海挑战者号》 搭载着著名导演詹姆斯·卡梅隆 潜到了10908米的地方 待了三个小时 尽管始终没有出现什么 能够启发他拍出下一部电影的巨星《海底怪物》 但这一趟也不算白跑 毕竟沿路还是发现了68个全新的生物 比如这个用警惕的双眼 盯着入侵者的望远近章鱼 还有这个 像是从二次元里面逃出来的小飞象章鱼 太可爱了 第三艘是2019年的《限制英子号》 搭载着美国探险家维克多·维斯科沃 潜到了10928米的地方 待了四个小时 暂时成为这个星球上 在最深的地方停留时间最久的人 猜猜他发现了什么 各种各样有趣的鱼 没错 但还有一个令人极度恐慌不安的东西 那就是塑料袋 在人类还没有能力征服这里时 我们制造的垃圾 却先于我们在这里站足了脚跟 多么讽刺 好了 最后一起期待中国的万米宰人潜水器来到这里 把挑战者深渊的传奇故事继续写下去 我是火箭书 关注让你爱上科学